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北市有一所学校很特别 学校里竟然会出现攀岩场 而且有四层楼那么高 经过训练的小朋友 每一个都变成爬山的高手呢 系上安全装备 戴上保护头盔 准备大展身手 可以 蓝色 蓝色右边 在右边那个 不只要体能过人 还得手脚并用 眼观四面 全神贯注在每一个脚步上 小朋友在探索中 各个都成了攀岩好手 在训练过程里 培养肌耐力 专注力 也成功磨练出自我挑战 永不放弃的精神 会想要放弃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爬到上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辛苦了这么久 那个爬到上面的时候 当然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在想石头在哪里 那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就 继续找 除了在上头攀爬的小朋友外 下头还得有一到四位小朋友 得帮忙拉绳索 这个角色叫做确保 光听就知道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百分之百确保伙伴的安全 团队合作的深厚信任 就从这里开始 就帮他做确保 就他如果万一就累了 掉下来了 就帮他 拉住绳子 然后就没有那么危险 然后帮他垂降下来 所以你非常重要对不对 蛮重要 你要保护他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 你会不会故意把它放下来 很想但是 不能这样子 最常怀疑是他爬到一半之后 他就跟我们说他爬不上去了 对 然后这个除了老师可以鼓励 他们要往上爬以外 最重要就是他们是在靠团队的方式 因为团队有鼓励 那小朋友就会想 那说 既然别的小朋友可以 那而且旁边的小朋友一直在鼓励我 那我就想办法爬上去 新美市近郊的私立小学 在校园内建置了全国首座 校园攀岩场 高达四层楼高 在学生眼里不止新鲜有趣 他还有个绰号被称为小玉山 小六从第一学期开始 那就要这个进行各项的训练 然后在第二年的五月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毕业前夕 要进行攀登玉山的任务 这可不是开玩笑 该校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千名小六毕业生 成功登顶玉山或雪山 训练孩子从攀岩中找到自我 一步一步爬向自己的人生顶峰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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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